国家统议局说 去年中国人口继续保持正增长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去年11月开始 期间访问4亿几户收集人口资料 原定4月初公布结果 但言至目前仍然未发表 英国金融时报早前引述消息指 中国将会出现自1949年有纪录以来 第一次人口下降 跌至不够14亿 国家统议局说 去年中国人口继续保持增长 数据会在稍后发布的人口普查公布中披露 内地传媒引述国家统议局说 目前数据仍然在处理着 暂时未有具体发布时间